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常常会遇到一些百分转变的问题 譬如我上星期去一间餐厅 吃个下午茶30元 到埋单的时候要加一收费 也就是要给30 乘回1加10% 也就是33元 以上是一个百分增加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百分减少的例子 话说小名上广州6,000元去购买 看到有一双球鞋是500元元价 但现在有七折的优位 所以要给500 乘回1-30% 也就是350元 从以上的例子 我们都可以知道多些 关于买卖的时候要用到的名词 譬如说七折 其实就是说折扣率 而500元 也就是原价 或者是标价 至于要给的350元 其实就是售价 也就是说售价 等于标价 乘回一减折扣率 讲开百分转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以下的IQ题 小名去到餐厅 叫了一个100元的套餐来写 卖单的时候要加一消费 但是它又有一张九折的VIP优位卡 它增加10% 又减少10% 那就是没加没减 大家觉得小名这样的计数对不对 不如我们一起用公式来运算一下 升值是会等于100元 乘回1加10% 再乘回1减10%的折扣优位 结果是99元 咦 便宜了1元 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于百分转变 也有相当的了解 不如我们最后一起解答一条挑战题 假设有一间的书店 它的会员年费是80元 而所有会员任何时候买书都会有8折的优惠 但是它也推出春季大减价 所有人买书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是有9折的优惠的 小名每年都要买500元的书 那它应不应该入会呢 一起计一计 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买书 而不入会的话 小名要给500 乘回1减10% 也就是450元 但是如果它入会的话 就要给500 乘回1减20%的八折优惠 再加回80元的年费 结果是480元 那就看到 它不入会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将来买东西的时候 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下计一计数 一起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将以下的环节 再交回给主持